福林館早年的草莲風景區是民文全台 但是在九季大地當中就住在天災地面後 我鼓勵很嚴重 福林館政府今天推出草莲流動這麼多月 期待可以再度提進草莲的路由事業 草嶺在過去那個時代 的確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據點 可是經過了這個大概十來年來的 這個921地震 種種的這個山崩地裂的這個災害 的確讓我們的精彩的草嶺 略略的這個消失了一陣子 不過草嶺的美麗仍然存在 草嶺的非常多的特質它仍然存在 它有待我們來一起來發現它 這群草莲流動這麼幾位由國府提供經費 向民眾全都草莲的Long Stay 發覺新草莲的任務方向 這個計畫裡面也包含了免費的食宿 對不起住宿還有免費的早餐 那甚至這個校長還大力的支持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個學校來協助 上幾堂課 上一些課來跟小朋友一些好的互動 那我們還有一些這個協助 館母好處既然參加這項教會的民眾 可以發揮創意和傳統 來選團創意的美麗 讓全國民眾重心實在創意 大家能夠把這個我們的在地的力量 我們的這個工部門的力量 再加上所有來自於全台灣各個地方 大家把你們的對於草莲的想像 把你們對於草莲的觀察 把它留下珍貴的紀錄 留下你們的創意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草莲的流浪者計畫 不是只是一個long stay 計畫 草莲在這幾個月 現在開始接受報名 無法處將人選10名失動的人數 全農草莲來做當期的觀察 無法處會提供15000至500萬的創作補助金 記者以免為草莲報道